好 20日均前待会我们来细细讲 好 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 三位的来宾包括我今天是女生趴 那为什么要特别的来谈一谈 女力的这个投资 给大家看几个数字 其实女性比男性的投资回报 是平均这个是国外景算 是高出0.4% 女生的投资理财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看到是男股神 女股神啊 因为女生比较低调比较内敛 那男生呢当然表现也非常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女生不一样投资方式 那还有这一位最近也很红的女版巴菲特 她报酬率400%连续五年打败美国的大盘 所以在美国非常红 很多人报道她女股神 所以女力崛起 今天特别请到三位的女来宾 我们想来先来一一看 三位2020年马上即将过去 今年现在是不可思议太特别的一年 三位的成绩单如何 你们学到哪些功课 立芳 好 我呢真的是 我先讲好了 因为我的成绩是最逊色的 对 基本上呢 我自己本身的投资有两种哲学 第一个就是我从台股的部分 我只要我看好的一些个股 我只要价位下来了 我就会长期去存去买它 那我也不太管它的波动 因为我看的就是它的配息 我唯一在乎的就是说 它是不是买在我的理想价 所以今年三月的时候 这一波的股灾 其实我就有买一些 我长期有在存的股票 那厉害 三月就进场很棒啊 那因为那时候跌下来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零零五六 你知道吗 我等了它两年多 我都没有看到它 22块以下 是 对 所以当它三月的时候 跌破22块呢 但我不买吗 我当然是要买嘛 你坚持要整个22块以下 对 我就是一个很机车的人 就是我也不会去跟 我自己就是处在一种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投资的节奏 所以我也不会去跟说台积电很贵 不像施老师就随便就乱买了 不是啊 也是很认真买啦 不要这样讲 大叔也是我的邻居哦 他也没有乱买 那我的意思说 我自己有我的投资者学 那另外一个呢 我就用定期订有的方式 去做这个一些基金的布局 那第三块就是说 我看好了一些股票 我可能会去做一些价差 像三月这一波 我其实就有做 所以我唯一真的 今天比起两位专家 我能够拿出来缩嘴 大概就只有我三月的那个时候 好 那我那个时候呢 就做了一些像0056啊 或者是中信金 我讲中信金的例子好了 我那时候中信金一路 之前他有到20块 21块 然后中信金那时候 掉到16块以下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也可以来买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了一下 然后我大概卖在 一样卖在20块左右 21块左右 所以我觉得 我大概就做那个波段而已 所以你说三月进场 五月五六月出场 没错 所以我看一下那个时候 线图 来 你为什么就是这样 你是觉得三成就满意了 就出场了 因为我觉得资金要动 而不是因为我的有一些 一部分的钱是拿来做 所谓的这种波段操作的资金 所以我就不会就是我把这个策略 跟我长期投资布局的这个钱 混在一起 对吗 所以我这个钱就是我每一年 就会找一个 我可能觉得比较有投资机会的 然后我就进去买 那进去买了之后 我有到了我的满足点 我就获利我就了解 我也不会就说 那我应该要放到 七月八月更久 我赚更多 我没有 其实我一个波段 抓个三成四成 我觉得就OK了 除非一些特别的个股 我有听到一些什么好的消息 研究过 也真的觉得基本面不错 可以期待它到五成六成的 所以像中信金 我就是一路从 从这个时候 三月的时候 它一路跌破了 17块以下 16块 就陆续这样子买了一些 然后就是放了 大概一个波段而已 都放到这边 大概六七月吧 五月多 相对比较高一点的时候 就把它卖掉了 我觉得三月份进场很厉害 那你这个卖到之后 你前转到哪边去 我没有 我一样就是parking在一起 所以我就并没有说 像他们持股 都七成以上 我都没有 我就放在那边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 让我自己有一个安心感 因为 你会觉得party 现在里面这么热闹 我不赶快进去喝一杯 我觉得我反而是 比较理智的投资人 就是说当市场 一路的创新高 美股创新高台股也在创新高 你不会觉得可惜 我不会觉得可惜 我只会觉得天哪 大家都疯了 资金 狂潮 对 因为我觉得整个 罹患的这个新冠疫情的 这个罹患的人数 不断的创新高 美国更是一个重灾之地 然后竟然还可以这样 不断的创新高 漫股昨天又增加500例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 撒钱撒出来的 那早晚有一天会破 那我就不要去跟这一段 我宁愿冷静一点 等它市场真的下来 我再去进比较大的部位 不断要帮另外 这个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台湾的人口金字塔 真的好好感谢三位 这个特别是 我们的地方四宝妈 很多人不婚不生的原因 一个很实际的因素 现实就是 金太久 没有钱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 那到底帮我们白板写下 你们三位妈妈 你们觉得养一个小孩 需要花多少钱 养一个 要到大学吗 养一个吗 养一个小孩要准备多少钱 好 这个 这是实战经验 不是用空想 养一个小孩 我们这边看到是 从这个网路上找到资料 这边是说平均的话 这边的统计从出生到大学 低标200万 高标是400多万 这是一个小孩 真的很多 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女超人们 差不多250万到400万 那你四个乘以四 一千多万 就没了 然后股市还赚三成 不像他们都赚防备 我该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改生四个 我们已经生了 来不及了 已经生完了 其实这个数字是来自于 就是你的小孩是不是够真气 都念公立的学校 还要念公立的 当然啊 念公立啊 250万 然后你要吃穿啊 衣服什么的 那如果万一你的小孩 不真气 是考上私立的大学 那不好意思 学费就比较贵了 对 除非他是特别去考那种 给他很多奖学金 100万的那种 私立的大学 那还可以省一点 要不然通常私立大学 你大概 养到他大学 毕业大概400万 万一他又给你研究所 不好意思 拜托把他踢出去 研究所踢出去 就是叫他自己去打工赚钱 那平均一年 你现在四个小孩开销多少 平均都是大概吃穿跟学费 补习费安亲费 这样大概100万 100万 对 四个 四个 没有特别多 国中阶段吗 一个高中一个国中 两个国小 哇 四个就100万 对啊 妈妈真的要很会赚啊 来看一下 安如这边 你的板子看一下 哇 你这个数字 2000 他那个数字好惊人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素 没有没有我生比较少 我生比较少 你一个嘛 对我生比较少 然后再来我就 就是说 2000怎么算的啊 没有啦 其实我就是没有想 他们就八千万了 真的 没有我就把一些旅游的基金都算进去了啦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 应该这个应该这一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必须老实讲 就是你看你要怎么样嘛 你要疯狂的富贵养 还是随便养 其实他就是要看爸爸妈妈口袋的能力啦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参考数据而已 就是没有就是以我平常让他的补习费 然后才一班 对 然后再来是私立学校的费用 然后还有时候还有保姆费等等 是 这样子离开口把它加起来 就是大约快速的速算法 那其实两件事 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然后你如果因为这个有加上旅游费啦 那因为我会常常带女儿出国嘛 去见见世面嘛 然后他有一个国际观这样子 所以他的费用 那他女儿不是才五岁吗 对 他就蛮好玩 他已经出去玩了很多国家 哇 好幸福 然后刚好最近就是最近疫情嘛 所以他几乎经历 五岁妈妈已经传了两千块 要好好栽培你了 好幸福哦 这个情况怎么算 回来待会讲 诗姐你 我其实不太敢算 但是我觉得 大于六百万 你两个嘛 肯定要超过六百万 一个就要 我觉得搞不好就要超过六百万 对 我可以举个例子 像我们公司的同事 有一天我跟他聊 我们这期本来鼓励大家生的 真的听完这样 吓死感生 真的 然后他两个儿子嘛 现在念到高中 他说他已经两台兵士不见了 所以我其实不 我觉得应该会超过啦 对对应该会超过 好那其实当妈妈 我觉得最不容易 为什么省力女超人 因为女生 这个要忙的事情很多 你要把自己搭颠好 漂漂亮亮出门 你要身兼多指 妈妈这个太太 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都是职场女强人 这时间上安排 我觉得应该是蛮辛苦的 那投资理财成绩 我们今天做翻倍 这个最谦卑的说自己三四成 也算很多 到底怎么办到的 你们的优雅理财数是什么 丽芳 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优雅理财数呢 来主要是有这几个 就是说现在要讲心法的部分 其实我呢就是真的因为很忙 所以我真的可能不像安如 他们都要努力的研究个股 其实我就是傻瓜投资数 我从比较年轻的时候 大概在35岁以前 我都用基金 35岁以后就是加入 有关 我插播你有点很特别 他以前是月光族 月光族怎么改生四个 月光族 我这个月光族的故事可立志 我以前是个快乐的月光族 每个月都花光光 对因为呢 我就在忠孝东路斯敦上班 我以前在流行杂志工作 那我的工作 你记得知道吗 我的名品 我们去参加很多名品的记者会 送的纪念品 就是名品的钥匙圈 要不然就是名片夹 动辄就是几千块 要不然就一万多块 我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风 我以前很少去周年轻 因为我桌上 我也跑过桌上都堆满了这些东西 对 风花雪月 对 然后呢 可是呢 你看这个行业就特别容易接受到这些名品的family sale 大拍卖 然后呢 在这些你们外面的民众family sale买到三折的时候 我们记者就已经是买两折起跳了 那买了两折之后 我们当然很多人就会去刷卡 都是负债的 我都觉得说 我在那样的工作里面 我是没有去买那么多 因为我没有办信用卡 我自己知道我办了信用卡 肯定就是刷爆 每一张都刷爆 但是呢 我就觉得我不要这样子的过生活 所以我后来就转去做财经记者了 还是要认真赚钱 所以重点是时尚线转到财经线就开始了 对 没错 然后就开始 可是我在女性杂志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基金的投资 所以就奠定了 我就觉得投资是会赚钱的 不是只有买名品 名品一直在花钱而已 所以我就开始去做基金的投资 后来到有关就是ETF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自己在基金的投资 一样我定期定额之外 我还会就是看对趋势 我就会持续的买进 然后呢我就设停利点 我记得在2007年以前 2008年金融海峡 2007年以前 随便一个波段 做事成都很容易 真的真的 经营一定知道 我们也经历过那种年代 要记得停利啦 对 停利 就下来了 没错没错 可是呢 08年以后 其实就相对比较不好做了吧 所以我定期定额的 这个所谓的停利的原则 那个点 获利点也越来越低 本来从50%到40% 现在大概25% 我就已经获利出场了 对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我就是用ETF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忙 所以呢 我选一个还不错的台股的ETF 跟一些美股的ETF 我就是长期的投入就好了 我也没有要去做价差 所以长期存的概念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稳定的股利嘛 那另外的话金融股 我除了有些是存 去领股息的之外 我也会去赚 去做一些价差的部分 然后另外我可能比较 外币现在可以存做价差 外币现在比较少 对 我之前从台 现在是纯新台币 对 纯新台币实在是太强了 我之前从美元 大概一路从33块32块的时候 就陆续往下买了 然后呢只要一路买买买 我只要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只要破30.5 我就买 买美元 然后呢升到31 32块 我就卖这样子 那这一波呢 就是说现在台币其实太强了 然后现在已经来到28块多了 所以这一波 我现在美元的部位是比较多一点 然后另外呢 我就是看着就是 我自己有买海外的房地产 买哪里 买之前温哥华 对 然后我在温哥华 那时候因为在打炒房的时候 他们的消费税 调高的那一个前段 我就卖掉了 所以呢我等于是买预售屋 只有一年 我在只有一年 要交屋的时候 我就签两份合约 第一个是建商 给我的这个产权的合约 第二个就是有关那个 有关那个broker 就是违卖的合约 所以我大概卖了一个月 就卖掉了 OK 其实这点是很难 你买到温哥华去 还要看着这么准 了解当地的情况 那我用Google Map看一下 那边有捷运的题材 这个妈妈也蛮厉害 股票买ETF 房地产买到了温哥华 对 我觉得那个算是 还算蛮正面 而且是真的有 我自己买进之后 那一年很认真的去看 他们打房的消息 觉得一定要赶快买掉 下次好好聊聊 看Google Map 就可以买外房地产 因为我们发现了 啊 对 就是 自己联系的